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總統到任何地方去 他的維安的等級 應該是全世界最嚴格的 包括說他一定坐自己的車子 他一定喝自己所攜帶的水 以免被下毒 然後以免出現意外的狀況 那他在這裡用這種鐵琼 這個所有的防衛系統 再加上雷射系統 基本上雷射系統是 基本上要針對這種無人機用的 因為以前美國自己 曾經用無人機射殺過 伊朗的一個很重要的軍事將領 那所以擺上這種雷射系統 基本上也是擔心 有這個無人機的攻擊 那其他的這個防禦系統 基本上是對飛彈來使用的 所以保護一個美國總統 以色列也會非常謹慎 在美國跟以色列的關係 如果他沒有什麼 還有不夠的防禦設備 美國都會送去 會隨身攜帶 所以美國總統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待遇 其實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們不用去特別的訝異 但倒是希望說 他到中東這一行去 我也覺得你們有點欺負老人家 太條地了 為什麼呢 他本來就是在做宣傳效果 沒想到給你們再吐槽的話 宣傳效果整個都被你主題了 他不要把它唸錯就 不是我跟解釋給他聽 他前面是有個螢幕 因為他有個 他讀稿機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 是很高等級的那種螢幕 而且他字體是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換眼鏡 智力很大 而且跑的速度是根據他唸 旁邊有人在操作 是 那問題可能是真的年紀大了 會把Holo唸成Holo 這個 因為有一個是H不發音 有一個H要發音 所以這個差距很大 那可是呢是年紀大自看錯了 而且有點心不在冤 因為有時候年紀大了會閃神 只是他最近閃神的頻率 頻率真的是高了一點 所以我同意跟我們 阿民兄講的 真的醫療團隊要特別注意 如果稍微一閃神的話 搞不然美國人最怕看到的 賀錦麗當總統就出現了 所以把美國的股市 美國的會市 嚇得這個屁股尿流 所以這一點倒是 提醒很多股市投資人要注意 我同意介大使的看法 因為第一波的攻擊 應該還用不到 這個美國老大哥 因為在我忘了是哪一年了 這個以色列就曾經派空軍 去轟炸伊朗的核電廠跟核設施 曾經有那麼一次 所以伊朗的核研究就 就退步了很多 然後來世界各國在 伊朗的核問題上達成協議 可是是誰最先破壞這個的 就是川普啊 川普宣布退出了以後 當時這個歐洲國家都傻眼了 每個人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退出也沒有給我們一個正當理由 你退出也沒有告訴我們說會達成什麼結果 都沒有啊 就好像 有一個學生突然間翹課一樣 就默默就溜走了你知道 所以當時德國啊法國 每個人當場就傻眼 當時這些領袖包括馬克宏 接到訪問的時候都不曉得怎麼講下去啊 所以每個人都很尷尬 只能說呼籲說我們是不是再想一想 那我們各其他國家都不退 問題其他國家不退 美國退了以後 你伊朗就有不信守這個核協議的一個 一個什麼標準啊 他這個不理你啦 所以他繼續去研究他這個 現在麻煩的是什麼 俄羅斯出來啦 俄羅斯普廷行隔幾天吧 我忘了哪一天啊 19號要去啊 要去 要到什麼地方 到德黑蘭 然後不止如此 還要把土耳其總統找來 換成俄羅斯 土耳其 伊朗 因為這個伊朗跟這個土耳其是 隔壁國家嘛 他們是鄰居嘛 找來要商量什麼事 你現在如果萬一 我舉個例子 普廷要硬要跟你搞鬼的話 我第一個我提供伊朗的核技術 伊朗都不用那麼辛苦了 第二個 因為光有核彈也沒有用啊 我提供伊朗什麼 導彈技術 那你就是差不多啦 那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政策 有個很特殊的地方 美國一切外交 國防利益 都是以美國的利益為基本核心 不考慮別國的利益 只有以色列例外 美國人是把以色列的利益 擺在美國的利益之上 所以好多的場合裡面 只要以色列的認為自己有安全的危機 美國人就不惜犧牲自己 來幹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 因為美國的猶太人是非常有力量 猶太人的財團或者等等 他們會為了以色列的利益 要來犧牲美國的利益 在所不惜 那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稍微 說一句美國以色列不重聽的話 大概就很難當到大官 忘了那前面以前有一個很重要的外交人員 還有什麼 叫什麼吳爾什麼的 他說了一個以色列不愛聽的話 對不起啊 他就當不了什麼國務卿 當不了什麼駐外大使 所以對這一點 猶太人是非常的強悍的 那現在拜登去講那個什麼宣言 那就是只是共同聲明而已 就是我們兩國不讓這個伊朗 得到這個核技術的完成 那必要的時候簡單講就是說 你這個以色列可以照常用空軍去轟炸它 甚至於我美國還可以支持掩護你 可是此一死也彼此也 因為如果伊朗從俄羅斯那邊 拿到防空系統的話 那我看大概以色列的空軍 要再去轟炸伊朗的核電廠核設施 這個機會也會消失 即使你美國賣給以色列 或者送給以色列很多F-35 如果這個俄羅斯真的要跟你對幹的話 他直接了當就給伊朗賣什麼東西給他 賣S-500 不是賓士S-500 是最先的防空導彈系統 那這樣世界就有得看 因為其實我們簡單的講 巴基斯坦有核彈 為什麼美國人不覺得有威脅 因為巴基斯坦不影響其他國家 那為什麼伊朗會有威脅 因為伊朗會打到以色列 伊朗是打不到美國啊 所以美國人是以色列的利益為他 超過他國家利益的原則 在進行這些活動 應該用一個比較嚴格的 學術的思考方式來看這個問題 那我的判斷是應該會升三馬 因為上次升三馬 那理由是這樣子 因為貨幣政策的緊縮 會對於這個整個經濟的需求 產生縮縮的作用 那物價就會往下降 那這個效果呢最快三個月 最慢多少 大概半年才會產生效果 所以你看看嘛 他五月開始收縮嘛 五月六月七月 對不起七月還沒結束 所以這個通貨膨脹 繼續往上走是一個正常的 所以他如果平穩 或稍微往下跌的話 應該會發生在八月份 那八月份往下跌幅度會有多大 現在還不一定看得出來 因為二物戰爭還沒結束 那你說石油有價格往下跌 那是期貨價格下跌 現貨價格還沒下跌 所以對於這個 期貨價格下跌 現貨價格沒下跌 你從這個聯準會的 這些專業人士來看的話 這個風險 雖然是通貨膨脹率 可能會從9.1往下調到8點多 但是還沒有辦法到 他們要的6底下嘛 但是又怕一下子 緊縮得太快 利息升得太快 會使得整個經濟體系萎縮 那所以他在觀察說 未來幾個月裡面 美國的這種就業的這種 工作 vacancy 會不會增加很快 因為上個月直缺有增加嘛 然後上上個月有增加嘛 那如果說下個月 不會因為利息升得太兇 我講過三個月才會發生效果嘛 會不會到時候 結果這個就業職務 反而萎縮了 那他們就要謹慎了 不要說那麼快 所以在這種判斷基礎底下 那這個比較激烈 當然會希望說升四碼嘛 但是我是判斷說 可能應該不需要 因為第八月份的話 通貨膨脹就會不會消失 會相對緩和 不至於9.1 我的判斷是這樣子的 那他們現在除了貨幣政策以外 他也希望在財政政策上有所幫忙嘛 那就是跟中國講說 兄弟啊 關稅我降你一點 你也降我一點 或者甚至要求說 中國拜託你一下 我減少100億的關稅 可不可以麻煩你減少150億 這樣打個交情 那中國這個保持模糊 戰略模糊的看待這個問題 你就看艾倫跟劉鶴兩個人講話 就高來高去嘛 這個艾倫會提出具體的要求 12345 劉鶴啦 這根本就打高空有沒有 我們很關鍵我們兩國的關係 我們會謹慎的注意 我們如何積極的加強合作 結果是什麼 什麼都沒講 劉鶴當然沒有辦法給你任何承諾 因為美國這個基本上 我跟他解釋他一廂情願 什麼一廂情願 我要對俄羅斯的石油加上限 請問你 你要不要對沙烏地阿拉伯 阿聯酋加上限 我問你要不要 你現在還沒握手 你就交我上限 那這還得了 不是扯我台嗎 大家以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儲 其實他王儲的工作 就是總理的工作 他是政府首長 那如果皇帝很年輕會管事 現在皇帝年紀大了 他不管事 就是這個總理在管事 所以你不得不去跟他打交道嘛 那你跟阿聯酋說 我加個石油的價格上限 麻煩你也遵守 對 他不跟你翻臉才怪 再來就是說 他加上限的旅遊方式是什麼 是要求所有的大保險公司 大融資銀行 因為我們知道 油的買賣是需要有銀行融資 也需要有那個郵輪公司的配合 還有保險公司的配合 一定要保單嘛 那全世界現在大概是 歐美美國歐洲的這些 大銀行大保險公司 已經控制了這個市場 將近85%了 那以前中國的保險公司再大 對不起 都介入不了這個市場 所以我就半開玩笑 如果他真的加了上限 而要求所有的保險公司的保單這樣開 貸款銀行這樣開的話 那一定很多的保單開不出來 貸款出不來 那中國如果賊一點的話 他以前都擠不進來 這個正是好的機會啊 第一個中國又不是沒有錢 放款給這些石油公司 這石油公司不容易倒 為什麼倒了你這時候 還有石油的貨品嘛 再來保險公司 中國的這個保險公司 在國際上 一向沒有這麼高的地位啊 那現在好不容易 如果被人不保我們才保 那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只是他中國要不要 借這個機會 在後面抽一下後腿 那就看劉鶴他們怎麼做啦 要是我的建議就是說 中國大陸這個市場你進不去 就趁這個機會積極進去嘛 那當然會使得這個 美國的這個所謂的價格上限的政策 一下就瓦解了 這個政策本來就不容易成功 因為這個石油的現貨市場 本身就很複雜的 本身很複雜 好啦 舉個例子 我是一個石油商 我用價格上限買到俄羅斯的石油 我轉手在就賣給隔壁那個高價錢 我就賺一票啦 對不對 這個一手接一手 他不是像我們一般買菜說 我買來菜就一定在家裡自己煮啊 我們是這種東西像買奶粉 我買來囤了以後 我可以轉賣給別人的 這石油是這樣可以幹的事情 所以我知道美國很多的經濟學家 都在看艾倫或等等 你們這個戲是演到今年11月 選舉失敗以後為止嗎 他根本就演不下去嘛 他有太多太多那個漏洞 無法去防止嘛 那你說俄羅斯講說 那好啊 你不用買啊 我不用買那我就賣給印度 賣給中國啦 那你去補貼印度啊 但中國在這個時候 他一定不可能去得罪俄羅斯 所以他也只能打高空 今天天氣很好 明天啊氣氛還不錯 只能打哈 怎麼辦呢 所以雖然艾倫故意放消息說 他有跟這個劉鶴談到這個問題 他絕對不會有劉鶴說 Yes I do 不可能就不可能 這個一個歷史兩三百塊 我吞下去會拉肚子 我也希望這個歷史是台灣慘的 讓我們台灣農民趁這個機會 能夠稍微罰一下 不過不可否認的 因為中國自從疫情這個封控 將近結束的時候 各地方都會產生這種 爆發性的消費 這種爆發性的消費就是 有一種這種心情的釋放 心情的釋放就是說 這麼貴啊 越貴的我買越多 讓我自己突然間happy一下 他要的買的是這種情緒 也不是說他真的會買很多 吃很多 不只是這種高檔的水果 我所知道的很多 很多的女生很喜歡的 Chanel的包包 在中國聽說要排隊 只要排一年半才買得到 因為他現在封控以後 很多婦女已經除了 除去很多了 他覺得這一輩子不買一個 Chanel的包包 好像人生沒有什麼價值 這個時候請全力跑去排隊 還有黑市 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什麼 這中國的消費力 所以當時習近平宣布說 他們希望努力達成5.5的 經濟成長率 全世界包括台灣很多的吐槽他 可是我看法完全不同 因為你沒有去注意到 他的儲蓄力在啊 他不像美國沒有儲蓄力 家裡沒錢啊 中國大部分的家庭儲蓄力都很高 那為什麼沒有買 我上電商買的話 交不了貨對不對 我要去逛世界的話 市場都關門啦 我要去逛名貴百貨的店 對不起啊 什麼貴婦的百貨店都關門了 這個時候跟解除封控的時候 他個人內心的壓力抒發的話 那種很特殊的這種消費需求 一下會湧出來 這種所謂報復性的消費 會帶動今年中國經濟成長 很重要的原因 再加上政府動員所有的力量 增加投資 刺激什麼 汽車的消費 尤其是電動汽車的消費 然後又想辦法去擴大出口 他現在一公布的話 風貢還沒結束 整整的6月份的出口 上升了10幾% 還不包括其中有幾個品項 已經是高達20% 是有些一般的品項 成長比較少而已 所以你看這個出口的趨勢 跟看他的這個消費的 這種報復性的發展 中國經濟經濟成長 會出大家意料之外 歐盟國家所謂經濟上 比較弱的大國 西班牙跟義大利是名類其中 大家可能都忘了 當時所謂的歐租五國 其中就有一個是義大利亞 什麼叫歐租五國 就是有五個歐洲比較弱的國家 他的國家的債務很大 然後他的國家的債性很弱 然後很多銀行都擔心說 義大利會不會破產 擔心說西班牙會不會破產 所以他的經濟體質本來就很弱 可能義大利是第三大 歐洲第三大的經濟體不是 你不要看他規模大 不能看他規模大 要看體質 因為他的經濟成長力 一向是放來放去 遠遠不如法國 德國跟英國 所以他雖然是羅馬帝國的古國 但古國那是幾千年前的事情 現在的義大利已經沒那個行情 所以他一直困你這種內外交困的 很多很複雜的這種 不管是財政問題 金融問題 貿易問題 再加上義大利也有一個很大的收入 是靠觀光收入 因為你不會想說 我要到德國去觀光什麼 大家想說我要到義大利去觀光 所以這種觀光收入在 COVID-19的疫情底下 他幾乎是一夜不見了 再加上義大利有很多的奢侈品的生產 除非是很高端的還有一些行情 如果是那種中端的這些奢侈品的衣服 皮包 鞋子 全部掛住了 市場上突然萎縮了 所以對義大利的經濟狀況 是真的再相較一下 德國 法國是很不好的 那義大利又很愛面子 所以你看義大利的治安也不好 他的各方面的目前的經濟狀況 所有的指標都非常的弱 但是當然不至於像希臘那麼糟糕 但是基本上這種狀況會使得 通貨膨脹失控也會使得 他的這種就業力的失控 那這位了不起的總理 他也真的撐得很辛苦 所以他偶爾在講說 二烏被打了 他經常想當何事 他又沒有那個政治實力 然後他也知道說這場戲 根本跟義大利人沒有關 可是義大利也要跟著受害 可是他又沒有德國那個本錢 說那你去打我給你多少錢 他也沒有那個本錢 所以他至少怎麼躲在後面 每一次有棒子打來的話 義大利已經頭上一個包 所以對他來講 你說他這個位置 要如何撐得下去 因為反對黨不要管你嘛 他怎麼管你原因呢 反對黨一定說 對不起啊你在總理任內 你把我們義大利拖進這個漩渦裡面 我們無法逃脫啊 你幹嘛試試下去聽美國的話 或聽完的話 因為義大利也有很多反美的政黨 所以在這種互相衝突底下 我很擔心我們這位德拉吉總理 他未來政治前途是很堪憂的 非常堪憂 因為美國在印度 並沒有什麼太深的力量 所謂太深的力量就是說 美國對於印度的各種形形色色的派系 力量政治人物 跟沒有砸那麼深 收買沒那麼廣泛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操縱印度的政治 美國是有一個能力上的困難 但是巴西就不一樣 傑大使應該很清楚 美國介入巴西的政治 從門羅時代到現在從來沒有斷過 但是我也會替總統 波先生擔心一點 巴西是有軍事獨裁的傳統 你今天說好 你叫我軍隊靠著我 我是右派 我跟你這些左派總統當選人來對幹 就碰巧這個左派也是前總統 好 你一幹的話 這些將領突然協了說 我的機會來了 為什麼 你本來就有問題嘛 搞不好就一下宣佈戒嚴 軍人就上台當總統 這個在巴西在好像 南美洲國家好像是 加強變化對不對 只是這一段時間比較成平 軍人就比較沒有活動的空間 你這個簡直是製造機會給他 因為你自己也不是軍人 我軍人為什麼替你賣命 你成功了你當總統 你失敗了我被砍頭 那這種生意啊 軍人一定想說 那好我槍桿子在手上 我自己就把你軟禁起來 宣佈你非法當選 然後怎麼樣 那左派也沒辦法 左派只要鼓鼓掌啊 對對對 你幫我們報了一件之仇 那對不起軍人自己來當總統 那你又怎麼樣 而且軍人很習慣 因為中南美洲 他們習慣組織在江塔 叫軍事執政團 每一個軍人上台 他搞一個委員會 然後軍人佔一半以上 那其他的民間人士佔另外一半 好我們在妥協 那誰當主席 就是軍人當主席啊 那好過渡一段時間 我們重新選總統 或修改憲法 就開始來了 欸他搞不好 軍方就大撈一票就走了 那你這個不倒霉鬼嗎 所以想當川普 我也不認爲你有那麼多 這個波先生有那麼多的行情 我也不認爲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 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